8楼住着本案的被执行人李贵明 由于判决后 他一直没有主动联系过法官 也没有腾房 所以法官去年6月9日 曾来查封过这处房产 为了躲避执行 被执行人李贵明上一次 还闹了一出假装人没在家 法官强制开锁后 人在家中做的闹剧 在执行法官根据判决执行后 李贵明又提了异议拖延执行 后经法院查明驳回异议 依然按照判决继续执行 看来已经还款13万的被执行人李贵明 还是有意想要保住自己的这处房子 那么面对之前对法官和申请人的承诺 剩下的钱他到底打算咋还呢 被执行人李贵明的意思是 他正要去银行存钱呢 法官叫他回来 他就赶紧回来了 他这个回答可太有意思了 法院不找你的时候 你不去银行存钱还款 一说要腾房 你就去银行要还申请人钱了 法官表示 已经给过李贵明很多次机会了 去年夏天我们腾完他房的时候 当天下午就向官部门找到我们 说他们这个案子有争议 然后呢我们为了文徒 因为是向官部门他也是最供单位嘛 我们当天下午就把这个房子还给他了 然后这个争议呢 解决了很长时间 然后也解决完了 然后这个 李贵明呢还是没还钱 李贵明向向官部门返的那个事呢 也给他就是也没有了 然后呢 年前的时候 我们就要藏这个李贵明的房子 然后他拿十多万块钱 说这个十多万块钱 说把那个第一 他就有两个案子 把第一个案子本金还了 怎么让他安心过个年 他们说可以 执行法官们了解到 李贵明当初跟原告公司借钱 也是为了做点生意 让日子过得更好 法官也体谅他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生活 会有诸多不容易 每一次法官来执行 都给他延缓一定的时间 因为每次李贵明都说 他会还钱 你把你把那个 你说的那些钱存了 你发给我 发杜姐都行 然后我也做他工作 给你个里边住 住几个月 把钱还清了 这事就了了 对我也想还钱 咱也不是说换钱 从自己是中国 不是不还他钱的 对不对 他从自己是中国 说是贷款 这会儿把我房子骗过户了 你说这事然数了 说都说都啊 法院咱执行是这个判决 18年 它不是一才两天的事了 对不 而且你说 年前你说拿十多万块钱 但是咱一直找房子 你找不着的呀 他总是玩失踪啊 你就还钱怎么 你回法院就完了 法院不在这呢吗 法院才没活 年前你拿十多万块钱 让你过年 然后十五说疼你 咱我也跟你说 最后一天 我这户屋完了 我帮我租出去 来来你进来看看 我帮我租出去 这事你改完钱就完事了 我一直配合这个东西 我一直配合法院那个 咱有房子我租出去 我那个 给他租户 现在给你上了 你出去了 你老不易了 什么出去了 上次来你也没出去了 我门口也来个话 你说租户去的 你没租你个屋里的吗 我那时候之后 我就上收入屋 你给我看出去了 这一次 执行法官不会再相信 被执行人李贵明 说房子租出去的借口 但是李贵明认为 从他的角度来说 他认为在这一起诉讼官司里 他才是受损失的一方 那么让他还钱到底冤不冤呢 从2018年9月14日 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出具的第一份判决书中 记者看到 法院认为 原被告于2015年12月30日约定 被告李贵明向原告公司 借款15万元 借期为三个月 可以延期三个月 月利率2.5% 经审理查明 法院将这笔借款 按照实际转款 13万7150元认定 最终判决 被告李贵明偿还原告借款 13万7150元 这只是双方的第一笔借款 不过 这第一笔欠款 在今年春节之前 法官再次上门之后 李贵明就把本金还上了 那他计划是剩下的钱 他都准备下了 他没有计划 哪有计划呀 这一笔一笔 一直在妥嘛 这一年妥一年 这现在再不 这平工公司来了 这还要妥你吗 还不走你吗 他现在的想法 还是说想给钱 不腾房 对对对 但是这钱呢 他又还是 这第二笔也没给上 对 钱还是给不起 就啥时候来腾房 啥时候给你还点钱 不在腾房就不还钱 那么被执行人李贵明 作为被告的第二份判决 又是否向他所说的不公呢 第二份判决 是2019年12月10日下达的 原告公司称 早在2016年8月2日 公司曾为被告李贵明 办理房屋买卖 替被告偿还 该房屋贷款本金加利息 共计17万余元 结果因为买卖房子出了问题 经过一审二审之后 房子如今还在 李贵明名下 但判决要求被告李贵明 还原告公司这笔 17万余元 代替偿还的房屋贷款 以及相应的利息 前后两份判决事实清楚 法律依据得当 如今李贵明必须还钱 然后定了是15以后 他说不管钱的话 咱们就把那个房子 给他进行平空拍卖 然后他的意思是 再给他几个月时间 但是申请人那边 是意义不饶 然后咱们也给他们 做了好几次调节工作 我跟那个贝子先生也说了 就我们平空拍卖 也有几个月时间 平空包包 从平空包出来 到拍卖展示期 他有几个月时间 他按他那个时间 他是够的 然后就确定了以后 今天要来 但是在昨天 李贵明他又反复了 他不想从这房子离开 其实我感觉 这个案子我看懂了 这两份判决 其实都是被执行人 李贵明实际借掉的钱 但是我感觉 宋法官这样的话 让他还这个钱 是没有问题的 是这样的主持人 并且现在我们法官 要腾他的房子 也是因为他还不上钱 拍卖房产是为了抵债 但是咱们这个李贵明 他是不是还是以为 是原告公司 在要他这处房子 是不是 是存在你说的 这种可能的 但也不排除 他是在刻意为之 为了拖延时间 抗拒执行 所以我们执行法官 也不会允许这种情况 一直持续下去 如今两份判决 早已清晰明了 那就是一共还清 两笔欠款 一笔是13万多 另一笔17万多 另外还需支付 两份判决 从下达至今 五年左右的利息 法官也认真听取了 被执行人李贵明的想法 并表示 如果认为原告公司 还有不对的地方 可以再去法院另案处理 法官告知李贵明 在现在执行的两份判决中 如果李贵明不能还清欠款 这一次评估公司 做完评估报告 就要走入拍卖程序了 今天评估做完了 他也认为这个评估公司 同志回去做评估报告 估计他们得小一个月时间 可是都能给你拖来时间 然后你今天那个钱存了 你就安心在里边数 我做的工作 不要你走 我做的工作 那是 我钱出了 你赶紧去存钱 我存钱了 我还钱了 存的数是多少 十几万是不 对 法官表示 只要李贵明有证据 证明原告公司 在借款中 有操作不当的行为 不管到啥时候 李贵明都可以去法院 立案起诉 但是现行的判决里 他才是被告一方 经过执行法官 多次上门耐心劝导 被执行人李贵明也认识到 要先紧着判决 去履行的道理 他怕他孩子知道 他就想再换一部分钱 发现能不能给他时间 他不从房子走 评估继续 然后咱们原本法官 杜法官考虑他一个实际情况 孩子要考试 然后是中考 然后他也积极的还了 又还了一部分钱 然后今天就把他评估做了 他说是几个月能还钱 咱们凭空拍卖程序 咱为了保护申请人利益 我们凭空拍卖程序 还继续往来走 走到最后的时候 如果他按他说的期限 他还不还钱 那咱们还要上门来清他 然后这房子再能排卖